如否一名警员知法犯法公然在执勤的地方殴打妻子 引起了网民热议 这名警员的恶行本月1号被上传到网路 画面显示 该名25岁的受害者抱着婴儿 在一名妇女的陪伴下到警庭前寻找丈夫 不料却遭到丈夫长乖 受害者一度一直弯着腰走路 看似身上有伤 西加墨警局主任卡米尔指出 警方在接获民众的投报之后 已经从家庭暴力角度调查此案 目前涉案的29岁警员也已经被调走